托儿台风强势席台 赖总统一号坐镇灾害应变中心 突然随堂抽考各县市的防灾工作 第一位就抽考华林县长徐真卫 总统们问要撤离多少人 预防性的撤离 不知道这部分徐县长 目前华林县政府做的怎么样 预防性的撤离 我们一共是撤离了三千多人 依法要撤离的总人数有多少 因为一旦是紧 总统六度跳针狂问撤离人数 全场听傻眼 华林县政府预计要撤离的 总共有多少人 我们就是撤离三千多个 这是全部撤离的 对 但预计要撤离多少人 贵县应该要优先撤离的人数 八千两百五十九位 在户籍内的有五千八百八十四人 有一些其实急在人不在 正向总统说的 有八千多人要撤离吗 上一次凯米台风 华林所撤离的人数 总共才三千两百九十六人 需撤离的户籍人数 全部五千六百二十三人 实际居住的人数 也仅有三千两百二十七人 赖清德口中的八千多人 到底从哪里冒出来 搞了半天 总统是把农业部 经济部 还有消防署的保全户 三种类的家种 但因为重复计算 所以多出了五千多人 总统的追问 恐怕搞乌龙 赖清德对于陈其脉 或者周春敏 他态度温和 可是对上花莲县长 徐振卫的时候 他开始多多逼人 难道赖清德 他是想要立威吗 隔魂二号领军防災会议 台风还没登陆 有首长不知道为何 已经泪滩 只见教育部长 郑英耀 整个人几乎要躺在椅子上 听着听着 眼皮越来越重 下一秒 整个眼睛 似乎迷成了一条线 合了起来 防災会议 似乎当场离线登出 各县市备战三驼儿 中央开防災会议 官员还有县长的表现 全成为焦点 记者张又茨 王志涵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